CORSEA的GRAVE VG的GUNA大家好 我是MAN仔 今天極速開箱就跟大家不斷介紹CORSEA的GRAVE 如果有看CORSEA的東西都知道它們有齊全的遊戲周邊 以往滑鼠的設計因為都是比較大隻 相對適合大手的玩家 所以這次GRAVE走的路線相當不同 右手有人在工學配上模組化設計 滑鼠比起M65或M95不算高 而且更加圓潤 利用三塊不同握法的質感 可以照顧紙爪和掌握式操作 即是採用磁吸式的設計 打機不順手隨時都可以換 相當方便 作為CORSEA的中階產品當然不少RGB 整隻滑鼠主要有三個法國的區域 設計是保留M65的車頭燈之餘 另外還要在鼠身左右兩邊加入一條燈條 加上LOGO的LED效果不算很誇張 同樣滑鼠也支援自家的產品做同步 粉絲就可以把自己的鍵盤和耳機簡單地做同步燈效 效果不多說 有興趣留意上次的MM88的影片 由於今次GRAVE就走到傳統路線 用傳統滑鼠外形,按鍵也只有六個 不過也可以用軟件做功能的切換和巨集 巨集都有一般的延遲、loop和滑鼠按鍵和移動 對於不用太多功能的玩家來說 其實六個件都很夠用 DPI的部分 今次滑鼠主要用高速的16000DPI光學感應器 配合DPI件和5組的自定義DPI速度 4K打機操作一般來說都夠了 而且GRAVE是近年少有提供DPI提示燈滑鼠 要在打機的時候做個切換就更得心應手了 今次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如果覺得這條開箱影片有用的話就按個LIKE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和讚好我的Facebook 我們下次再見